还原观伤降低 一念才动 周变发界 无论你动什么念头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聊到了这一步论之后 自己要晓得 你起个善念 变发界虚空界里面 心底清净的人都收到了 这个信息全收到了 就像我们在电视屏幕上一样 你的活动他全看到了 你能瞒得了人吗 你起个善念也全知道了 丝毫隐瞒都没有 别以为人不知道 全知道 你只能隐瞒那些迷惑颠倒的众生 他不知道 觉悟的人一个都瞒不瞒不住 这都是四世真相 一个念头 周变发界 一个念头 出生无间 那就是 他变幻无穷 寒荣空游 大臣教里常讲 心包太虚 两周杀节 在这里 一个念头是这样的 一粒微尘 也是这样 无论是物质 或者精神现象 全是这样 今天这个地球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地球温度 为什么会上升 为什么南北极的冰会 会化掉 为什么到处有这么多地震 佛经讲的清净素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也有 只要你相信 地球可以立刻恢复正常 不但地球管用 整个宇宙当中 这个星系星球太空运行 它有正常的轨道 不至于错乱 我们都能做到 这科学家没法子的 为什么会做到 因为一切法从星相升 太阳系实星相升 银河系实星相升 只要你没有错误的观念 它就正常 你要想怎么样去改造它的话 那就变成异常 科学家搞的是异常 要人定身体 要改造这个自然环境 问题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它是你心相升 你现在有个不正常的现象的时候 它就变成不正常 这么回事 从前为什么那么正常 没人想到要改变自然环境 没人有这个念头 所以地球很正常 现在的科学天天动念头 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 麻烦出来了 出来之后 束手无策 多可怜啊